慈禧临终前回光返赵,说了两件荒谬可耻的事。大臣太监们接大惊,说起皇帝,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武则天,因为她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,其实在历史上,不仅只有武则天这个女皇帝,还有慈禧太后,虽然她是太后,但是在清朝她却掌握着实权,也可以这样说。 她就相当于皇帝,但是下面我们主要来说说她临终前的事,慈禧,她出生于1835年11月29日,在1908年11月15日去世,她是咸丰帝的妃嫔,也是同治帝的生母,在清朝晚期的时候,她是重要的政治人物,同时也是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,但是慈禧太后在治理国家上与武则天相比, 真的是天差地别,先不用说,她是如此的浪费奢侈和风流运势,就说在对外的事情,武则天是和别国关系做到友好往来,而慈禧太后是屈服在别国之下,任人宰割,在公元1908年11月14日,光绪帝驾峰在迎台,当时的她才只有38岁,但是在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,传来了慈禧去世的消息,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光绪帝的死,和慈禧太后有关,再加上慈禧太后那时,已经有意要立溥仪为皇帝,可是当时的溥仪只有三岁,更可疑的是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去世前,就把光绪帝的嗜号靠定了下来,这也更人特别好奇慈禧临终前发生的事情,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,当光绪帝驾峰的时候,她没有留下半句遗言,反而是慈禧太后,在临终前已经是奄奄一息了,但是突然头脑变得特别清醒,让别人都以为她已经痊愈了,然后她让大臣们记下了几道遗嘱,之后就去世了,那么这几道遗嘱是什么呢? 第一道遗嘱是,后宫的女人不能干预朝政,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,因为有很多朝代,就因为后宫的女人干涉朝政,使国家慢慢走向衰落,不仅如此,还因为好多皇帝因为迷恋女色,导致不管理国家政事,其实从清朝开始的时候,就已经制定了这条规矩, 再到光绪帝上位前,人们也一直遵循着这条规矩,直到慈禧当上太后后,她开始干预朝政,而且还持续了很多年,但是现在她的这条遗嘱,不是和她自相矛盾吗? 第二道遗嘱是,宫官不能干预朝政,这是因为她知道在明朝的时候,魏忠贤的崛起使明朝走向的灭亡,但是她明明知道,她还很重用重用太监,这不是打她自己的脸吗? 慈禧太后重用过的太监有安德海和李莲英的,尤其是李莲英,虽然这个太监没有直接干预朝政,但是她十分的贪财,一旦有什么人想求慈禧太后办点什么事,都会先经过她并且会给她太量的钱财,她再通过讨好慈禧太后给别人办成事。 当大臣们和太监们听到这两道遗嘱时,他们都感到十分的吃惊,他们觉得慈禧太后是,多么的荒谬无耻。 慈禧太后的回光版照说的几道遗嘱,没有一条不是自己曾经干过的,就连老百姓都知道的是,她自己却一本正经的拿来做遗嘱,可谓是一笑大方,今后仁耻笑不已。 说是一笑大方,但是也不尽然,也说明慈禧也看到后宫干政,宦官专权是要坏大事的,但是,什么事情到了自己的头上,隔自己命的时候,心情就不一样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